下個禮拜有可能三台共舞啊 影片開始前,歡迎經驗打開小鈴鐺 大家好,歡迎收看主持人間開氣象 氣象看主持人間啊 下個禮拜有可能三台共舞啊 首先,我們來看 4號台灣愛利啊 它現在已經在東京的東南方啊 接近南方的地方 不過,它已經開始變成溫帶續船 但是它的威力依然存在啊 每秒鐘高達20幾米的速度向東南前進啊 它會慢慢走向東京都的東南方向啊 限制接近北方的時候 它繞向北海道啊 但是威力依然存在啊 我們還持續的追蹤4號台灣愛利啊 不過,今天我們還是要講三台共舞啊 下個禮拜也有可能三台共舞啊 為什麼呢? 我們從菲律賓的東東和海邊可以看到 升級一個地啊 慢慢形成5號台灣桑達 前進當中啊 來到關島附近一樣形成台風啊 不過,它還會在同樣一個地方 形成一個地啊 這個地啊 原本是在南海附近會生成一個地啊 也是有生成 但是,它沒有達到台灣的標準 倒是這個 威力依然存在這個 有可能形成6號台灣翠絲啊 它走的方向跟上達有點像啊 不過它比較靠近台灣啊 那行進當中來到日本的時候啊 在東南方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會形成一個地啊 再度形成7號台灣 這個7號台灣叫什麼名字呢? 欸,我們也看資料 不曉得 不知道各位朋友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嗎? 那先走外向 也是這樣慢慢扣來 靠近到東京這邊啊 所以啊 下個禮拜 非常的熱鬧啊 有可能形成三台共舞啊 到底會不會這樣子呢? 我們持續來鎖定 儲學金開機了 氣象開儲學金了 拜拜